神能行出人意外的骑士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上一集我们已经看见 以色帖记的发展 真是出人意外 首先莫迪改得到平反 不只得到平反 得到王的尊荣 那么这个以为受尊荣的哈曼 却气愤愤的 心有不甘的 拉着莫迪改得坐骑 于是就寻回了城中一圈 回到家中 正是闷闷不乐的时候 马上就要赴王后第二次的宴席了 那么今天的段落第七章 就记载在第二次宴席的时候 所发生的奇妙故事 当国王带着哈曼进到王后的宴席的时候 国王再次问这位以色帖王后了 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吗 有什么请求都可以告诉我 这个时候以色帖就讲出 他心中真正要说的话了 他说国王 我要求国王拯救我的生命 而且还要拯救我的族人的生命 因为有人要将我们整个族人要杀戮灭绝 我假如做了人家的卢谱也不要紧 不过整个民族被杀戮灭绝 对波斯帝国是何等大的损失呢 哇 国王一听 当然自己所心爱的皇后要被杀已经不得了了 以色帖还导引国王 从一个得失利益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 于是国王大怒 哇 谁干这件事情的 以色帖说 这个做这件事情的恶人 就是在我们眼前的哈曼 哇 这时候哈曼不得了了 我相信他可能两脚发抖了 国王非常生气 于是就跑到御花园去了 哈曼这个时候苦苦哀求了 我相信他可能跪在地上 爬在地上 靠近王后请王后饶命 就在这个时候 国王又从御花园回来 一看 糟糕了 哈曼还靠近王后啊 这还了得 国王说 哈曼你斗胆 竟敢在我面前欺负皇后吗 这句话一出来 周围的人就把哈曼抓起来了 圣经写就把哈曼蒙头 我想一个套子套在他头上就带走了 那么旁边的太监就说了 其实哈曼在他家里面搞了一个大木架 要把你的救命恩人莫迪改掉在上面的 国王一听这还了得 来人把哈曼给挂上去 于是就这样了结了哈曼的诡计 以斯帖皇后的晚宴带来了一线圣迹了 的确神能够行很特别的事情 神能够借着人 愿意付代价 愿意跟从主的人 透过他们行特别的事情 以斯帖记在这个段落 非常明白地给我们看见了 神透过以斯帖行了一件人心 所不可能想得到的事 一个本来在尊位的哈曼 却心中生出诡计 因为嫉妒 因为个人的恩怨 于是要把莫迪改和他的全族人都要杀死 但是神一介入这一场悲剧就能够被转变 你我生命中 我们恳求主也来转变我们人生的低潮 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 我们有信心 因为这位神能行其事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也好 在我们人生的大转变关键时刻也好 神一定要施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紧紧跟随他 让我们经历能行其事的神 今天在你我人生中 行出又大又奇妙的事情 愿神祝福你 平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